接下来带您来欣赏艺术家阿普吉的当代视觉创作 阿普吉在艺术创作与教学 静坐佛理、学禅已经都有20多年的专严心得 艺术创作的内涵、学贯中西、所发展的艺术语言 深具当代的视觉心意、艺术张力令人为之亮眼 关于当代水墨来说的话 我想在创作的历程当中 我个人面对的是大概在三、四十年前 从基础的东西方的媒材到人文精神的认识 有了三、四十年这样的一个艺术创作 目前的创作把它浓缩到来 从最繁复到最简练的方式 进入了书写、书画的精神性 如果要把它浓缩成一个说法 其实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如果用简单的做一个生活上的比喻是 以牛车的中药材把它炼成一颗药丸 我走的创作是简法 是纯粹从古典到当代 经由面对艺术技术语会的画性、写性、性质的现场 来体现一瞬、一笔和一念 在进行的当下的状态、书写每一叉 其中含对生命的领会、对生活的认知、工地性的生命基地 以及入神光彩的图像 史方新闻规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